不方便出入这些地方 希望以后不要再遇到 修杰凯金出席 MOONBUCK 携手台湾大哥大登台记者会 除了分享育儿经 我们家伯母 他其实小时候有吃奶嘴习惯 但是到了差不多两岁多的时候 需要希望他把奶嘴戒掉 可能带他看影片 或是看一些节目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他很熟悉的角色 就说你看这个角色 他没有吃奶嘴 然后无形当中不断地给他洗脑 然后有一天晚上 他就突然把奶嘴拔掉 然后丢到旁边说 他不要再吃了 在那一刻我就哇 也是修杰凯与王伯杰 月初在KTV发生冲突事件后 首度公开出席活动 受访时也提及当时的无奈 没有很多不认识的人 都是认识的人 那就是朋友的朋友 对啊 跟朋友去唱歌 这是很开心的时辰 对啊 那遇到不好的事情 这也没有办法遇到 是因为生日嘛 然后每次都被朋友念说 都先落跑回家 我那天不好意思 就说待到还比较晚 对啊 以后我有更好的说法就是 不方便出入这些地方 对啊 希望以后不要再遇到 至于当天事发回家后 老婆贾凯文的反应如何 也一并回应 他没有没有多说什么啦 就是也没有人想要遇到这种事情 对啊 所以反正平安没事就好 最后也开心跟大家 分享女儿波妞生日愿望 不忘帮大女儿步步许愿 展现一家好感情 波妞生日愿望就是 她想要一台手机 第二个愿望是 姐姐也要一台手机 好我们就说没问题 姐妹情深耶